哈囉 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我們隨便聊 隨便打環節啦好不好 那 我後來去看大家的留言 才發現哲平錯過一件 最重大的一件事情 因為一直以來的話 就是我們這邊的那個 角色三階進化 我記得好像都是從任務這邊領喔 然後 我就沒有想那麽多 然後聽說我好像是沒有領到 烏魯裡的三階是不是 我們來看一下喔 因為 我記得之前好像都是直接就是 在那個任務那邊就可以領啦 現在還要打關卡打到有是不是 我已經忘記了 因為我們之前前面的話那個 我們的HUGA 跟我們的冒險人啊 都有讓他三階進化好不好 但是 這邊都有 然後烏魯裡 真的沒有 完了 那代表 死定了啦 白痴喔 我一直以為他是在任務裡面啦 哎呀 看了大家的留言才提醒到哲平欸 來不及了 只能等下一次了 而且下一次是不是 又要再打一遍了 哇哩哩哩哩 恐怖咖啡 不過應該是還行嗎 我覺得啦 應該是 還好啦 好不好 但是 還蠻白痴的 不過大家好像說這是烏魯裡的三階 就是古代話好像非常非常強喔 所以大家如果 有打那個異界風雲貓咪塔的時候 記得一定要領一下 不要跟這邊一樣白痴喔 好 我們現在領一下這個 好久以前拿到的蛋喔 外形像蛋的一樣物體今年累月 不著了這個塵土前遭受的方法 上頭似乎可有這個N006的小小字樣喔 來 先讓他升級一下 好 然後進化成就是 後面的話變成這個邪惡的蛋N006欸 然後 目前來說的話 現出這個散發者邪惡氣息的這個外殼 如蛋一般的這個物體 裡面似乎有微弱的生命跡象反應 可以給予 惡魔極度傷害欸 還有惡魔的極度傷害 惡魔熊熊貓咪咧咧咧咧咧 這隻好像有點酷欸 但我覺得我們的資源應該是不太夠啦 好不好 我先看一下 有得刷了 目前來說的話呢 金石 好像夠欸 這應該是可以成長兩顆嘛 對不對 可以四顆的喔 那這個風神溫氣是不是也可以了 然後他還有什麼啊 這個兩個然後再加上那個是不是 這個熊熊貓看起來有點特別喔 那這個我要隨一部影片了 這個我們下一次再介紹給大家看 我看起來應該是 可以進化了好不好 今天主題就是 我沒有拿到那個 所以不能跟他搶 不是啊 應該不夠啊 兩顆紅色 好像也夠欸 還有兩顆紅色 沒錯 這個 喔有有有 OK沒問題 你知道嗎每天的這個影片啊 都要有一個主題啊 所以現在發現了另外一個主題 就要先留到明天 不然我明天會不知道要 拍什麼主題 這樣就很麻煩 今天主題就是 我沒有拿到 沒有拿到 我沒有拿到我們烏魯裡好不好 就是這樣 然後我要來去打一些其他的關卡 那做影片就是這樣子 比較麻煩 不然就是如果 把一整個都直接就是給大家看的話 大家可能就會覺得 唉唷 就是你看了會比較快啊 但是你可能明天你就會發現 呃 明天的這個影片可能就沒有什麼重點 或怎麼樣 就比較麻煩了好不好 浪哲平 隨個主題 好不好 好啦其實我們這邊有超多關卡可以打 現在打一下這個月間全明星關卡 因為我們之前說的話這個 這個十一月的這個 月中長期是來了喔 先扁一下 然後其實 這個過年的活動也非常非常多 所以就是大家也要來就是 來拿一下啊 其實獎勵跟那個道具都非常非常多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好沒有問題 哇好 那這邊我們來聊 稍微聊一下天好了好不好 明天九點的影片就是聊天大環節 大家過年的話都會幹嘛 你們放寒假嗎 不知道耶 好像有大學生好像已經放寒假了 但是我不知道就是 現在就是不是大學的你們有沒有放假 因為我實在不知道就是 現在這個小朋友是什麼時候會放假或幹嘛 之類的 完全沒有一個概念 唉這關 好像有點麻煩喔 唉唷 這個獅子再加上那個 異星的這個西瓜皮 稍微有點小尷尬 唉唷可以了 這樣就打贏了 這個啦我覺得這個獅子應該是要 就是跟那個過年有那種打嘎 所以他會用這個獅子 畢竟就是 年獸的那種感覺 我不知道你們以前小時候什麼 不知道現在小朋友還有沒有聽那種 預言故事啊 或是一些 就是什麼 就是民俗故事 因為我們以前小時候的話都會有那個 錄音帶可以聽啦 我不知道現在大家還知道 應該是不知道錄音帶是什麼 你們應該也不知道CD是什麼啦 嗯 然後以前還有是什麼MP3 就是沒有像是那個手機智慧行動方便 還可以上網然後去直接看YouTube或幹嘛 以前基本上我們要聽音樂的話 我們是必須去用那個MP3 然後把那個MP3存在那個就是 那個 iPad裡面吧 還是 那個什麼 好像在Walkman喔 什麼東西鬼 然後如果再更 就是更 低階一點點的話大概就是 你要買一個CD垂身廳 然後那個CD垂身廳的話 你就可以就是放著CD然後去裡面聽歌 然後很抱歉 一片CD那個時候 燒那種盜版的那種CD吧 大概你只能存了差不多十幾首歌 好不好就這樣 然後是到後面MP3之後才可以存了差不多 兩三百首好不好 就這樣 然後平常 出去的時候沒事幹都是坐車 然後聽音樂 就這樣 雖然我現在也在做這種事情 感覺就不像就是現在可以就是 滑手機啊 然後用手機直接連YouTube 然後直接搜尋這樣 以前沒有這麼發達好不好 哇 所以我們以前基本上就是過年的時候啊 就會有那個什麼 年獸的故事 就是你們知道為什麼要放鞭炮嗎 為什麼要就是 吃團圓飯 然後還有是什麼 月餅啊 為什麼要吃月餅 還有什麼那中秋什麼 直接鬼東西的 好不好 就是有這種習俗故事 不知道現在 小朋友對那個還有沒有什麼興趣啊 原來現在小朋友應該就是 玩手機吧 然後就是看手機遊戲的故事吧 也不會想 也不會管什麼民俗故事了吧 管他 管他那麼多 對啊確實 那個年獸怎麼樣 跟我們一點關係都沒有對不對 就年獸如果過年出來的話 那還滿可怕的啦 就是 你要用那個鞭炮來嚇阻 但是 基本上應該就是這個 不知道算不算 搞不好是真的 也有可能是虛構了 但 你可信其有 你不可信其無嘛 就是這樣的感覺 好不好 然後我們以前的這個 小時候就是 該怎麼說呢 就是跟自然很接近啦 但是你要說就是好玩嗎 就是有他的好玩 但是也有他的這個無聊 所以如果你說現在跟以前選的話 我真的會選現在啊 因為 有時候就是 以前小時候 像我現在就不用了 因為我們家就是那個南部的這個 就是阿光阿嬤都已經過世了 所以就比較少回 南部了 不然以前回南部的時候 真的真的 真的不知道幹嘛 你知道嗎 你就只能 你就只能這樣 就是 全部都關燈 然後那個時候好像禮拜三跟禮拜六的時候會有那個 固定會有那個夜市吧對不對 然後你就走去夜市的時候可以玩一些就是小電動阿 或是我們的一些那個 比較特別就是玩那個打那個小鋼豬然後不是小鋼豬阿就是那個打蛋豬有沒有不是那種就是你們在那個湯姆球看到那種就是一排一到十個他就是有那個投一塊錢然後以前是投錢喔現在好像都是投代幣或是投豬豬 但是以前是投錢的所以基本上你就是一塊錢然後進去然後他會有幾個亮點然後你只要把那個彈珠打到那個亮點之後他就會掉錢給你喔那個很爽 那個那個以前因為以前差不多三塊錢還是四塊錢就可以吃一根香腸還是八塊錢那個時候就是用那個一塊錢然後去撥然後去打那個彈珠然後噴然後就很爽然後掉超多一塊錢 然後你就可以就是那個你就可以那個什麼你就可以就是那個拿那個錢去買香腸港以前就這樣禮拜三跟禮拜六吧還是禮拜二跟禮拜十會有夜市反正假日禮拜六一定會有一個夜市然後就是在那個我們南部的家的那個外面 就會擺攤辦這樣然後除了除了那幾天好玩之後其他天都是 又是什麼 你只能看星星阿要不然就是玩仙女棒因為過年的時候都會買鞭炮這樣子 然後就比較就蠻無聊的而且因為那個南部南部阿公阿媽家就比較比較純樸嘛就沒有什麼第四台以前基本上能夠能夠嗨一點點的就是看第四台 然後因為我們就是過年啊或是放假的時候爸媽就不太管你了所以你就可以看比較多的這個厭世這樣 然後以前以前就是因為我們奶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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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在就是台北就是比較先進所以他們家就有第四台了 那個電視看到一個爽爽然後南部就沒有 你知道南部只能看就是沒有第四台的話你就只能看那個什麼 看那個就等六點的時候看多愛夢然後看到差不多八點就沒有什麼就是卡通節目然後你可能就 不會想看什麼東西 然後你就你就可能就會比較偏無聊然後就開始就是 可能就那個啦 不過過年的時候還會玩那個撲克牌啊就是 爸爸媽媽會就是拿你的紅包錢然後來跟你就是 玩一些就是那個撲克牌然後你呢就給你錢這樣 小小賭博一下 過年一定要的這樣子 然後就除了這個好像就沒啥 就後來我大概是什麼國中的時候因為 就是那個有抽獎抽到PSP 然後有PSP之後去南部就比較好玩一點點 就自己玩自己的PSP 然後再長大一點有智慧型手機其實去哪裡都沒差 就是現在你根本你要去南部啊去南部啊反正我現在有手機我就沒差我就玩自己的然後想幹嘛就幹嘛這樣 但確實啊就是有他的好玩處也有一些不好玩的地方像現在你們可能就不會去田裡 就是不會去田裡面看那個符咒羅啊或者是 買那個水鴛鴦然後炸鞭炮嗎現在就不會了現在 小朋友其實我根本知道你們在幹嘛應該都在玩手機了好不好 真的蠻有趣的這個過年 突然講這個欸 為啥 為啥會突然講到這個喔因為 因為我要我要水影片嘛對不對 哈哈哈 也沒有水影片啦好不好我們明天再給大家看一下就是那個 惡魔的那個熊熊已經知道可以進化了好不好然後在那邊跟大家提醒一下千萬不要跟這瓶一樣耍白癡好不好因為 我自己那個以為就是任務用完之後就可以那個 任務用完之後他就會自動幫我領了但是結果還是要打完啦喔所以我錯過了這個 烏魯裡的進化階段的這個條件了好不好但是只能說 下一次還是有機會拿的但是希望下一次還打得過 哈哈哈超怕之後打不過了我的天 我喜歡嘛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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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